山中道场,地群恕民间,因地群同意书为伐,令地子难安心修行,此意难提是否刻意念佛,送仆门平化解之,用不住化解。 人生很短促,这一切外面的这些东西,生不带来死不带去,你念这个感受。 他借我一天,我好好念一天佛,借我十天,我好好念十天佛,哪一天不借我就走了,这个都自在啊。 把这些东西放在心上,你的佛念不好了,你心不亲近,要确定放下了,你心才亲近,要这个东西干什么? 我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土地,没有产权,也没有房子,释迦牟尼佛没有道场,毛棚也没有。 晚上住在哪里,树下,大树底下坐一坐,打勾困就好了。 树下一休,日中一时,吃饭到外面透过,你看,无忧,无累,无牵,无挂,他多自在啊。 我们为这个操心,为那个操心,你那个佛怎么会念得好,你的道也怎么会成就。 所以,统统都是放不下的故事,应当彻底放下。 好,对。